我们今天是为了孩子的未来 我们为的是国家民族未来的教育 我们希望为孩子找到一个认识自己文化 自己历史的一条温情的路径 他们认识了文化 受到良好的教育 他们日后在人生的旅途上面 才不至于失足 才不至于偏颇 或者是即使曾经无失 他们也会找到一条回归文化乡土的路 民进党你们听到了吗 大家多么希望108克班赶快被推翻 你们要不要采取行动 你们要不要回应我们的呼喊 中国时改成东亚时 他们害怕学生对于自己民族来源的一个认知跟感情 他们害怕学生有民族情怀 因为民族情怀一旦起来了 对他的意识形态不利 这是很明显 是把政治深入教育 那我觉得他这样子 不但是毁坏了教育 而且毁灭了学生认识根源的一个能力 我觉得他们真是最不可赦 那么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去